今次的主題是感恩 也要衷心說他感恩 香港觀眾一直都很捧場 我每次回來做演唱會 他們都來聽 有買我的唱片 也要感恩在音樂生涯中 有這麼多位高手 首先是輝哥和占叔帶我入行 然後教了我很多東西 後期有鄭國光老師寫了很多歌詞 還有音樂大師 鮑彼達 林永亮 過去七年幫我做唱片監製的歐丁玉 都是樂壇高手 所以今次我要選擇的歌是很多的 那上海灘一定會唱嗎 一定會有 因為上海灘不唱 相信不能讓我下台 那時有沒有想過這首歌會令到你可以唱足這麼多 沒有 這個是運氣 因為一生人有招牌歌不是那麼容易 是很幸運遇到 而且也是很幸運遇到這個劇集那麼流行 這首歌 輝哥用了兩個多星期 最後三個星期做一首主題曲 他用到差不多尾二個日才寫起 晚上打電話給占叔把調子在電話裡 說米蘇拉 米蘇利 然後麥酒給他聽 最後最後他說葉麗兒 明早11時錄音 沾添水落頭 於是他說坐下來想想 靈感一離二十分鐘就寫起 寫起後有點擔心 因為當年80年他沒有去過上海 我們都沒有去過上海 他就覺得 上海黃暴光上海灘頭有沒有浪 我打電話找查大俠金融老師 問上海那裏有沒有浪 金融老師唱給我聽 他唱給我聽 太好了你不要改了 於是就這樣 到了1984年我第一次去上海 在上海灘唱上海灘才知道原來那裏沒有浪 只是有潮 因為那條河來的 一個美麗的舞 嗯 是的 當時我是轉唱廣東歌 我以前未唱過粵語歌 唱過都是西化的粵語歌 變成監製的朱瑞萍 朱克導演的女兒 我是她第二隻唱片 她是年輕女兒 她不收貨 她說浪濱去得太準 又不行 因為廣東歌沒有那種感情 不是這樣的方法 要收放得好一點 於是頭那兩句很刁鬆 搞了兩個小時 搞到我唱幾次 我要坐下來喝杯茶 休息一休息 唱片公司當年 EMI黃啟剛 是當年錄音界的一個高手 她就跟朱瑞萍的女兒說 朱瑞萍 你有沒有搞錯 你這麼年輕人 人家的國際歌詞 你叫她唱 那是嗎 你這麼不可以這樣唱 於是我說 KK不要緊 我明早來再唱歌 現在朱瑞萍我是好朋友 我們都一起出發 做過很多東西 她現在做公開 還有她教了我唱廣告 廣東歌應該用甚麼 康厚 還有怎樣那個字出得好一點 很多時候唱廣東歌 有些音是要滑下去 或者是滑上來的 這些是要學才知道的 她提點了我很多 我很感激的 但當時有沒有因為這樣錄音 都不適合那些電影 第一天是有這樣的感覺 但第二天回來聽聽就知道 她說的是對的 所以我很好心機去再唱 就是這樣 這個要說潮流 以前我們的歌詞 通常不是太複雜 總括來說只有16句 第一段有四句 第二段有四句 中段有四句 最拉尾的四句 唱完有一個音樂節在中間 音樂節回來唱中段四句 再唱最拉尾的四句 最多都是重覆 拉尾的一句兩次 這樣就唱完了 但那些歌詞 可能以前的人 比較注重壓韻 像占叔 鄭國光 鄭Sir 他們的功力 在潘元良 那些歌詞押韻 所以你不唱那首歌 你拿出來讀 都好像首詩 很容易上口 亦都很容易唸 現在 歌調的音多了 字亦都多了 很多時候學生歌對我來說 就困難一點 因為不止16句 以前的電腦系 這邊有演奏 到現在 有電腦這件事 你覺得那件事 哪件事會好些 電腦可以幫到你很多東西 現在 你走音 錯拍子 都可以幫你推翻 但我不流行這件事 我喜歡一氣呵成 但我真真正正正是恐龍 我最初錄的時候 是兩頂帶 就是音樂 兩頂就是六聲音 兩頂播放在一起 錯了都由頭來過 不能剪接 大概錄了半年 就開始有四條聲帶 那時可以有剪接 但那時的剪接 都是這樣剪出來 貼上去那頂的剪接 沒多久 就有八條 track 接著有十六 十六之後有三十二 這樣就越造越大 那張 panel 到我們有四十八 track 的時候 真的可以很多很多 我一個人可以唱 主音二音三音 全部自己包辦都可以 那時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創意的時間 所以我很多唱片和音 都是我自己唱的 那都挺過人 很好玩的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叫我小朋友 記得按一下小朋友 然後裏幫我 還有一趟 好朋友 來自我速度 點擊 來自我速度 快點回到修理 好朋友